嗨,大家好,我是Kong,马来西亚人大马,Fly仔 Good day milk,Good day牛奶 蛮好喝的,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first choice 可是在这里小山城,很难买啦,跑很远的地方去买 而且不是每一次买的,啊也罢也罢也罢 啊,百方中抽空啊,今天就来录一个视频吧,讲讲 原来北斗导航系统今天才真是开通了 而且由习大大亲自,亲自宣布这个消息 你可以想象北斗卫星对中国有多重要 超重要,非常重要 什么叫大国中期啊,你知道吗 导航系统就是大国中期了 所以随着啊,这个中国北斗的五十五颗 那个主航卫星都已经完全到位了,升空了,你知道吗 所以我敢说现在,这个世界啊,已经 精卫分明了,分成两极 一就是中极,啊就是那个极限的极,中极 另外一极呢,是美极 什么意思呢,因为中极用的是,北斗大航系统 美极用的是,GPS 所以,以后呢,我跟人说,无论是中小型的国家 或者中大型的国家,哪怕是德国这样的中大型的国家 都必须,选边站,要站队啦 如果中美这个脱钩的话,美国可能会宣布 Use my GPS, then we'll use 北斗 对不对,然后中国又宣布 如果您贵国选用 呃,GPS导航 呃,我们将不允许您贵国 选用我们的北斗,可能会这样啊,可能会这样 如果到了那么一天的话,我跟你说 这个世界中小型,中大型国家 就一定要选边站,一定要站队 一嘛,你用北斗 你就不能用GPS 二嘛,你用GPS,就不能用北斗了 而且你选了边站之后 你不能随便好像青蛙这样乱跳 不能好像青蛙这样乱跳 因为你一旦你一跳了 你想要回头 要回头很难 因为我们有句话 一次不中,一次不容 所以你选了北斗 就永远靠北斗 选了GPS,就永远靠GPS 所以我相信 我相信我们 马来西亚政府 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而且我看到的消息是 已经有137个国家 已经跟中国签约了 跟中国合作 北斗 说白了就是使用北斗导航 137个国家 很多啊 再说一个中大型的国家吧 这个很有雄性的这个国家领导人 他叫马格隆 对了我喜欢管他叫马格隆 说法语要有七多人 全世界有七多人讲法语 要组织他们自己的欧盟的独立的军团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法国的导航系统啊 导弹的导航系统啊 是靠GPS的 你能靠那个Galileo 加律链吗 分正位士林的哦 法国敢用吗 马格隆你敢用吗 不敢用 那就只好用GPS 你可以想象 法国如果有一天 要射那个核弹 靠谁导航啊 靠GPS导航嘛 你不听话 人家BANG一贯了 那个GPS的讯号 你法国 你所有的导弹 你能射吗 你能发射吗 你既然你法国都不能射 你的核爆弹导 那个导弹 那个核子弹 你谈什么独立 你独立什么呢 对不对 同样的我们知道啊 俄罗斯的Gronas 已经绑定了中国的北斗了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以后俄罗斯要射导弹 是绕不过北斗的 也就是说以后俄罗斯怎么可能 再向中国射导弹呢 当然是不可能的 我跟你说 已经不可能了 然后我再说一次 俄罗斯的Gronas 跟中国的北斗啊 已经 叮叮叮 合一了 所以你看到吗 所以你看到吗 综合 你说 能不一家庆吗 好像一句练首歌唱的 We are family 就是这意思啊 对不对 很难理解吗 很难理解吗 一点都不难理解啊 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啊 再说回头 已经形成两级 中级 美级 中小型国家 中大型国家 不管你喜不喜欢的话 一定要 选变成 一定要战队 而且一旦 战队之后 就不能这样 像青蛙那样 跳来跳去 OK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了 谢谢大家收看 Graci Termakasi 谢谢